警察快打部队货报进入小吃店 立刻发现五名男子大打 出手还越打越激烈 只见一名援警掏枪 对空鸣枪一枪 所有人当场爆头蹲下 被压制警告 警方现场劝阻无效 因为现场危急 也有民众受伤的情绪 警方就对空鸣枪一枪 自警 救务车赶到小吃店外 现场有两名男子受伤送医 而另外三名男子则被带回送办 警示器画面蹲坐在墙边的男子 因为生日和朋友在3月1号晚间 来到苗栗大湖小吃店沁生 不满店家要打烊 无法尽兴地玩 骂服务生 隔壁桌的两名客人 讨论这件事居然就发生斗殴事件 沁生演变成打架事件 三名男子低头不语 受伤的两名伤者 送医并无大碍 警方也依据重 斗殴最嫌侦办 三胸超音乐盘利文 苗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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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